快 快 我的神刀门 真的有那么多仇家 别让他跑掉 好 上 你死定了 上 丁白云 白云 白天宇 我不介意做你的情人 也不需要什么名分 为什么你还这么狠心把我抛弃 我 我恨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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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好吃 不准吃 你们不要听他的 你真坏 自己犯了错误还要拉人家来陪你 如果师父从这边看 当然可以骗得了他 但是如果他从这边看 你说后会怎么样 这边打得疯这个 好大龙 真的不敢 快 把他给我打下来 走 叶开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块去玩 师父吩咐我在这儿看守着苹果 为什么很想看你笑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你为了白天宇全家都被杀了的事啊 可是你姓叶 他向白关你什么事啊 我爹告诉我 他只是我的养父 白天宇才是我的亲生爹爹 我爹叫我跟师父好好练功 长大了好替我爹报仇 叶开 如果你抱着这种心理的话 师父是不会教你武功的 嗯 相反 如果你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师父就会马上教你武功了 自己好好想想吧 叶零零 你这么急干什么 大蛇 打死你 不要 别拉着我 为什么要伤害他 冬天的蛇特别的肥啊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蛇胆有意 他能屈风却寒 蛇肉更好吃啊 不许你吃 叶开 师父 这个世界本是弱肉强食的 一个人内心太善良就要变成懦弱 我佛虽然慈悲 也要降妖伏魔 你不要太难过 从明天开始我会教你飞刀计法的 多谢师父 师父的外号叫小李飞刀 我看你将来的外号只是叫单雅飞刀 师父教我把眼睛飞刀目标三点乘一直线 就可以打住目标 我用两只眼睛 真的没有一只眼睛准确 你看 你不会四点乘一直线吗 四点乘一直线 不错 你看这个铃铛 你看着它 你看着它 你这次的外号就应该叫盾眼飞刀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 用意念 意念 你看着这个铜罐 全神的看着它 慢慢的闭上眼睛 然后你把飞镖用劲的打进去 你成功了 我真的成功了 成功了 师父 比我还厉害 叶开 来吧 快边演 师父 叶开 你真笨 技术是死的 头脑是活的 你不会变通一下吗 师父小心 师父 请入图而报告 讲不到师父一把年纪 身上还不错吗 走 看什么 快追 是 快追 快点 快点 还看快追 也可以真行 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十七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五 叶开 师父早安 早安 师兄 失手了 师父 徒儿刚才用力过吗 要不然 一个人对自己有要求是对的 但是要求的太过分 就会变成吹猫求刺 凡事只要尽力而为 就不必计较他的成败格式了 知道吗 知道 叶开 师父 你家里二十一条人命的灭门仇恨可以取报了 师父 托儿心中早已没有仇恨这两个字了 但是你的亲娘并没有忘记 她早已收养了另外一个可怜的孤儿 让她来代替我 代替我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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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把她训练成为一件杀人工具 冷血而无情 她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傅空雪 傅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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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 还能握到吗 傅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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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能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刻了 对 游戏已经结束了 你走吧 不要逼我再杀人 娘 他们俩是我请来的 如果你打不过他们 就打不过我们的仇人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从现在起你要记住 对仇人千万不能仁慈 今天你的腿 就是个很好的教训 你忘了 傅洪雪 从你生下来 这雪就是红色的 全是被你家人鲜血让红的 我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是复仇的时候 快去把你的仇人都宰光 再回来见我 好 去吧 我走了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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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不忠用 我就叫你再多受些折磨 多受些痛苦 哇 你这么可怜哪 不用怕 我收留你了 香聚楼 香聚楼 这位客官停下停 这位客官 你要吃有好菜 你要喝是有美酒 你要嫖啊 有女人 你要赌也可以 我们香聚楼是要什么有什么 就是没有客人 你说错了 所有的客人都已经酒足饭饱全躲进了窄门里享乐 果然是无有所值 哎 笑啊 我哪里最性感呢 我哪里最性感呢 当然是你那颗黑豆了 这事本还有几颗小毛毛 哎 亲一下 嗯 我就会这样走了 记得常常来呀 免得人家想你 你是想我的钱吧 哈哈哈 钱真好啊 彭大爷 您慢走啊 你也是想我的钱 哈哈哈 哎 是是是 哎 谢谢 谢谢 你看上他啦 他呀 是我们香聚楼里面最小的一个 真的吗 对啊 你来了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只要你能来 无论等多久都值得 我是你娘的人 所以也是你的人 无论你需要什么 我都能办到 我需要报仇 你娘只教会你仇恨两个字 可是我觉得 你最需要的是爱 爱 来呀 你做什么 点灯 不许点灯 我想看看你 不能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绝不是一个难看的女人 你难道感觉不出来吗 我为什么不能看看你 因为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了 在别的地方看到我的时候 神情难免会改变 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可是 可是 可是以后 我总会让你看到的 只要在这件事情过了之后 你随便要看我多久 都没有关系 你的手现在不应该用来拿刀 我的手只是用来拿刀的 现在应该拿别的东西 不行 不行 你问这么多万马堂的事情干嘛 好奇 我不信 其实我是想做堂主的宝座 就凭你 你可别小看我 看向的说我投金额窄 元宝不断来 脚踏踢星 能管天下兵 你赐我的星星 我做不了堂主可要怪你 那你杀了我吧 要不然 今天晚上你一定死在我的手上 你放心 好了 我的内功深厚 你会内功 那 我跟你踢一踢 我看在这个头 不是 你那个头 我看在这儿 那我看在这儿 osain 你我看不见 是不是 他什么时候才杀了万马堂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进入万马堂的地狱 你听着 任何人等敢乱闯万马堂的都没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这个丫头真的不知死华 经过昨晚的翠龙驿站 我发现已经对双聚楼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好感 难道天意安排我夜开来双聚楼做孤夜 夜开 树叶的夜开心的开 这是人如其名 主人呢 在下消别离 你先夜叫夜开 属虎的 生在这地方附近 但在强宝中就已经离开了 你先夜开这儿了 我的事你好像比我自己知道的还多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若说我想到这个鬼地方来赚点钱 你相信吗 知道吗 我这地方能赚钱的机会并不多 对一个武功不错 而且能守口如瓶的人来说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人肯出钱要他做事呢 是不是 你杀人的价钱通常是多少 那就得看是杀谁了 最贵的一万 三万 好 我先付你一万事成以后再付两万 你要杀谁 一个瘸子 他还不止三万 那谁知 半马堂堂主 马空骑 果然是你 在下 不用讲就知道你是五族的大哥金贝陀龙丁球 你另外四名兄弟呢 躲到哪去了 你究竟想不想赚这些钱 先让我闻闻你的钱有没有腥味 没了 为了 爹爹 究竟发生什么事 兄弟们好像如连大敌一般 我能帮得上忙吗 25年来 我每天都在等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要来杀我的 可他一直没有出现 现在他终于出现了 你是说那个瘸子 他的武功有限 你不要太轻敌了 除了这瘸子之外 还有一个叫叶开的陌生人 就是那个小胡子 他行吗 这就叫戒备森眼 左急右凶 我找一条安全的路 是马芳琳 是马芳琳 果然是他 这样脱法很快就要好戏看 光是靴子 为什么不脱红肚刀 你在什么地方 叶开 来 来喽 不要来 去吧 去哪 去死 你想摔死我 就不应该放这么多玉米草 摔死你太便宜了 我要活活的把你烧死 我要活活的把你烧死 我和你有什么过不去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谁叫你想杀我 你 你真够凶狠的 我真的要宰了你 如果我大喊一声 整个万马堂的人都会出来 那你的后果会怎么样 你试试看 看谁能听得到 我听得到 三娘 三娘 大小姐 你先回去 这个人交给我 我会好好对付他 小心一点 他是来杀爹的 有什么秘密我不能听的 我们研究怎样杀你 你快回去吧 你安息吧 天一亮 我就会派人来帮你收拾的 动手 为什么还不动手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动什么手 把马空群杀掉 马上拿另外的两万人银子离去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万马堂主 马空群的女人 沈三娘 这地方风这么大 你就不怕把我们的话吹到马空群的耳朵里去 跟我来 停手 把不敢缠 我利约龙奔 把不敢缠 让我变成了双飞蝴蝶 不喜欢 叫王明云好不好 这就安全了 怎么样 在这里讲话够安全了吧 来 原来你带我来是要我跟你上床 现在没兴趣 有没有兴趣听我讲神刀万马堂的故事 那倒是可以 讲吧 你知道神刀门的主人是谁吗 我只知道白天余老前辈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就因为他是了不起的人 所以后来才会死得那么惨 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刀门一天天的壮大 不但已经渐渐压过了万马堂 江湖上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们 我想他一定得罪了很多人 虽然他知道江湖上有很多人不喜欢他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最恨他的人 竟是他的好兄弟马公群 你怎么知道 单凭一个马公群就能杀害白天余全家吗 就凭他们两个人 怎么敢动神刀门呢 所以那天晚上秘密暗算他们的人至少有三十人 而且他们都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 你知道他们是谁 除了他们自己之外 绝没有人知道 那天晚上学钢品 马公群约了白大哥去上学 说是在城外的梅花岸 准备了一些很精致的摘彩 那天白大哥的兴致也很高 所以将他一家人全都带去了 谁知道 谁知道马公群要他们去闪的不是白雪 而是鸿絮 而是鸿絮 快点 快带孩子逃走 为什么是你 你这也不离 你这也不离 他穿的是金甲肉 看不动的 看他的头 看他的头 那三十个刺客之中有几个没死的 你这也不离 连马公群公孙断在内一共五个 活着的五个人有一个天亮发现 将这个秘密告诉了一位白凤夫人 那位白凤夫人又是谁 她是魔教教主的独生女儿 但她却爱上了白大侠 就是为了白大哥 他叛教出走 当时他已经有了白大哥的孩子 你说他这孩子 就是傅鸿雪 既然他已经来了 那你还找我干什么 他们请你 是帮马公群来试探 我找你 是要你引开他们的焦点 因为傅鸿雪的外表太引人注目 那你呢 你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本来也是魔教主的人 可只不过是白凤夫人身边的一个小丫鬟 傅鸿雪震的你 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找机会混入万马堂去刺探消息 你查出什么没有 没有 可却做了她的女人 你为什么要把故事告诉我 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危险 那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站在正你的一边 禀告堂主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瘸子的名字叫傅鸿雪 昨天晚上她跟三娘在墓屋里用会 是 杀 是 等一等 你不是很想见到我吗 你不是很想见到我吗 我是不是很难看 你还没有看够 当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就会看不起我了 为什么 我孤孙段是来要你的人 偷他 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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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不错 送给你 谢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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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电 小心 不要 站住 你怎么了 射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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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风 咬住他 咬住 射死他 鸟军 吃你 路上 鸟是 有三年代不用炒 没事的不用炒 你不咬东西是不行的 不要动 来不及了 你咬我吧 你咬的我越疼就是爱的我越渗 你咬吧 快回去帮我探毒 不用看 我知道你爱得我很深 冯雪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速战速决 我先赶回去跟你赢外合 其实你们根本不是要我去杀他的 对不对 如果我用同样的条件请你去杀傅宏雪 怎么样 你们不是说他暂时还不值这个价钱吗 因为他刚杀了公孙段 他就算了 所以马上升职了 我等他杀了马空群以后再接这笔生意 你真会开玩笑 既然你放弃了这个机会 我只好另请他人了 你会找谁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丑小牙 我太想念你了 怎么了 你脸有毛病 你才有毛病 讨厌 人家不干了 不要说梁家妇女了 想不到我们的关系原来这么密切 转速给你猜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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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再来两碗玉米粥 叶开 我走了99,999里路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以为放下99,999玫瑰花给我 就可以走两区吗 你别走 两区了 丢了整个包子 我饿死了 他妈的这个龟子 王八蛋 裂开 你给我借住 你别以为我是笼子 你刚才在讲什么 再讲一遍 你快讲 你再讲一遍 他妈的 讲 你个王八蛋 王八人 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踢死你 岂有此理 我是师父养大了 怎么会是狗娘养的 你可以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再讲粗话了 师父知道你来吗 你有没想我 一定想 没有 我梦见你了 梦见什么了 跟你女孩在一起 是啊 我跟她一起洗澡 然后呢 哎 快点 绝在带着刀呢 干什么打架 当然是打架嘛 没看他们都带着刀嘛 哎呀 咱们快点走吧 我要你马上离开这个小镇 远离万马堂 听到没有 你这算什么态度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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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孩子 还是拿针线比拿刀剑好 算你逃得快 她不是逃 是追 追什么 追加你爹 就凭他一个人 你还不去帮忙 别猜 你这不是超热闹 追求我不去 我也去 我杀了你 做什么 她是 我杀了你 不敢 我杀了你 是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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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杀了你 你 我杀了你 让开 不往开了 亮灯 上 上 让开 让开 你们为什么不去阻拦他 还要去杀我爹爹 佳人 佛宏许 你永远杀不到我爹爹 今天我砍的是假人 明天砍的就是他 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怎么能杀他 就是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他挖出来 爹爹 不能让他找到 佛宏许 恭喜你大仇一棒 叶开 你不要再跟着我 跟着你要怎么样 再来跟着我就杀了你 喂 你要是真的杀人的话就得杀个两个人 因为我是他的保镖 好 我一定成全你们 你要走 嗯 你要去找马空群 嗯 你真的不嫌弃我 你不带我走 我也不会勉强你 我爱你 你真的没骗我 我爱你 我永远爱你 再见 开手 你要走了 我要走 我要飞 我要离开这个穷地 你还没走 我还没走 我更没有想到万马堂主会走 我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舍得走 你认为傅宏许能找到他吗 其实傅宏许是否能找到马空群 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才是白天宇的私生子 25年前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梅花庵 我的腿 我的腿 白天宇 我让你全家死光 白天宇不是全家都死光了吗 你觉得奇怪 我哭过你 你当这个补牌匣子是我的手 心里会好受点 我去看看 你这个人真是不讲道理 我放过你 你却要杀我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全家被杀害了 你真是不想着报仇的 我不是人吗 你说什么都没用 就算你跪我败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来吧 你这么拼命干什么 我现在身价究竟值多少 我现在这么值钱 真可惜 你赚不到 打你的狗头 别看什么 快上 危险 快抓住他了 快抓住他 别再来 你又来 又来 老板东西哪 好厉害 救死你 救死你 放开我 我的宝 叶开将带不到哪里去 不用急 我来救你 叶开 你的弱点全给我看到了 我也有弱点吗 你不敢杀人 对 我不敢杀人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找机会杀你 你杀不了我的 你可不要睡觉了 你一闭上眼睛我就来杀你 你做梦的时候我也会来杀你 神经病 等一等 你走错方向了 你知道我要去哪里 你要去找马空群往西边去找吧 糟糕 他真的在西面 这位小姐 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戴着金刀的老头 没见过 他左手的四个手指头全是假的 真的没见过 这位大姐 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戴金刀的老头 没见过 他左手的四个手指头全都是假的 我真的没见过 各位老少爷们儿 有钱的房和前掌 没钱的这种增长 那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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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雪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吃过一顿好菜了 这家天赋楼我以前来吃过饭的 他们的菜棒极了 你一定要来尝尝 这种菜我吃不惯 还是去吃小贪当吧 不行 我们今天一定要吃在天赋楼 我请你 我有钱 咱们走吧 你有钱 你吃你的 不行 今天你一定要听我的 不行 我今天不能听你的 你去吃吧 翠弄 宝贝 这是远家路窄 我的宝贝 来 别走 走吧 别走 翠弄我的宝贝 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居然会看上这么个瘸子呀 难道他真比老子的老子还要有钱吗 还是他比老子有劲啊 彭力 你以前用你的钱买开心 我用我的身体来换你的钱 大家都开心过了 各走各的路 现在我已经有男人了 不要再来打搅我 我还要继续给你钱呀 告诉你 不要再打搅我 婊子不要钱 揍那个瘸子 你不来吗 来就来 你们两个保护我 我的还在 你为什么不再砍进去一点点 你不吃饭了 天赋楼的东西多好吃啊 你吃不下 我不饿 我 我知道 你吃不惯这种东西 你该到天赋楼去的 你不喜欢去的地方 我也不会去的 你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陪你 你还在生气呀 他们只不过是些普通的客人 他也是普通客人吗 说 他人怎么样 他人 他人很随和 很风趣 也很特别 跟别的客人不一样 不一样 那你说 怎么不一样 就算我以前陪过他 我现在已经不陪了 自从我跟了你以后 我什么人也不陪了 我只是你的人 只可惜 我不能让你过你以前过惯的那种日子 既然你现在跟着我 那你就只能吃这种面 这种面也没什么不好 我吃 吃不下又何必吃 我又没有勉强你吃 你何必这样子对我 你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我们根本用不着过这种日子 你带出的钱快用完了 但是我还有 那是你的钱 跟我没关系 连我的人都已经是你的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分得这么清楚 肯定怎么不想想 你的钱是怎么赚来的 我只要一想起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我怎么能睡得着 怎么能吃得下 也许 不但我的钱是藏的 就连 就连我的人也是藏的 我没这样说 你既然看不起我 我何必一定要缠着你呢 不错 既然你有一串串的名字可赚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我没这样说 你还是去找那个很风趣的客人 吃顿饱饭吧 好 是你说的 我还以为 跟着你以后就可以 就可以 没想到 你和别的臭男人一样 傅鸿雪 我永远记住 你也是玩过我的臭男人之一 我不是舍不得你 我是来拿包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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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躲吧 我走了 你尽管躲吧 我走了 我走了 你没脸戒戒人 你呢 你再来我可没手机了 谢谢你的草帽 想不走 还你的 草妇 终要见家翁 见你的鬼 大小姐 大小姐 快点 她也来了 原来你是在玩独飞一剑 没错 愿不是你死就是我玩 不陪你玩了 你没事吧 你明知无闻 这何必呢 去死 你干什么 我杀死你 小心 翻一个 你不翻了 那就飞吧 你放我下来 那你放手 我不放手 你不放手 那你就飞吧 你不放我 我去杀了你 你手上的已经不是剑 还拿着干什么 怎么样 还打不打 压死你 你要再打的话 我就脱光了你的裙子 光着屁股打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吗 告诉我 你爹躲在哪里了 告诉你 好让你去杀他 我先找到他 你这就不会死 傅宏雪先找到他 他就死定了 要是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原来救一个人比杀一个人更难 你不是来报仇的 那你来干什么 来追求你 行不行 来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来干什么 傅宏雪 傅宏雪 你太残忍了 我不会饶你的 好 好 好 你这个老狐狸 你想利用叶开的这两把飞刀杀谁 永远不会是你 你不会在背后袭击我吧 如果我要杀你 这么多年机会多的是 那你为什么一直没有下手 我要把机会留给白天衣的儿子 让他把你的头颅看下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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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ur mar 是 是 的 好 不要 我去给你倒碗姜茶喝 你醒过来 我去给你倒碗姜茶喝 你滚 滚出去 我不滚也不出去 你为什么要来 因为我知道你病了 我的病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我的事也不用你管 你的事跟我有关系 我一定要管 可我现在已经不认识你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认得我的 我也认得你 以前那些事 无论是我对不起你 还是你对不起我 我们都可以忘记的 但我们总算还是朋友 你病了 我当然要来照顾你 来 喝了吧 朋友 谢谢 不客气 要你来照顾我 实在不肯当 大家既然是老朋友了 为什么还这么客气 我心里总过意不去 没关系 反正我丈夫知道我在这里 你丈夫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已经嫁人了 我已经嫁人了 好 关系 每个女人 不管是怎样的女人 迟早都要找个归宿 迟早都要嫁人 既然你不要我 我只好嫁给别人 我的丈夫也来了 我介绍给你认识 不要 进来 他就是我的丈夫叫王大红 这位就是富洪雪公子 富公子的大名在下已经久仰久仰了 恭喜你 恭喜你们 谢谢 你站着干嘛坐呀 他是个老实人 一向很少跟别人来往 所以连话都不会说 不会说话 很好 他也不会武功 不会武功 很好 他是做生意的 做绸缎生意的 做生意 对 我们 王先生 你们成亲已经多久了 已经有 快十天了 对 已经快十天了 今天才是第九天 你们是早就认识的吗 你不是做绸缎生意的 我 他也不是你丈夫 他究竟是谁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他只不过是店里的伙计 临时找来帮我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 你找他来 为了他冒充你的仗子 是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想来陪你 我想来看你 又怕你赶我走 更不愿意觉得我是个下贱的女人 其实自从我跟了你以后 我心里只有你 就再也没把别的男人放在眼里 就算你不要我了 我也不会嫁给别人的 谁说我不要你 谁说他 你真的还要我吗 我当然要你 不管你怎么在 我都要 我都要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走了 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死也不离开你 我很开心 能死在你的怀抱 什么 怀 我真后悔 每天那个人的话 幸会被你的倒坏 那个人是谁 是你的 叶开 你 抱着我 这刀有毒 别理他 就让我这些阿方姐前流走吧 我要干干净净的死去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爱你 在这个世界上面 每个人都玩弄我 另有我 瞧不起我 只有你另外 但你也不必这样做 我愿意为你去死 今天这个房子怎么全是红色的 你怎么穿得像个新郎 我呢 穿得怎么样 你也像新娘 很漂亮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我好开心啊 我要给你生很多娃娃 我们每天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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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来咯 快点 快点 真好玩 小胖快过来 你来了 好玩 你来教我吧 你拿这个线团 好玩 拿挺一点 慢慢放 再放 没放 预备 你拉 好 快了 不是上不来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太好了 你快点 好 我来了 不用心急 这只更漂亮 快点 快点 我来了 快点 起飞 好大 糟糕 不行 太危险了 你们不可以再飞了 我们不怕 危险 不行 不行 原厂 就是这只黑精灵 姐姐 你要找月开吗 他不在 有你就会有他的 那当然 跟我走 你休想 小朋友 你们见到一个有小胡子的人吗 我知道 他在夜开 叫他到一个能看见第一线阳光的山坡 找回他的女朋友 我知道了 小胖子 他发现得太晚了 你这给你救人家走的 什么 就此理 快点去找面开 你是说我不应该来 你当然不应该来 虽然你我同是梅花庵事件的主谋人 但我们有约在先 事后大家永远不再来往 我还记得了 危者 万箭穿心 死无全尸的 难道你忘了吗 我当然还记得 如果不是你派遣夜开在暗中协助傅洪雪 他早就应该给杀了 你还怪我违背誓言 看来你真是老糊涂了 我有协助傅洪雪的必要吗 毁了你的万马堂 对我有什么好处 如果夜开是我派去的人 我还会让我的侄女一同跟着去吗 如果夜开真的不是你的人 那你应该谢谢我了 什么 我估计他现在正在应该跟傅洪雪 拼个你死我活 等两户相斗完了 那时候我们就共同对付剩下的一个 也该他们会上当吗 受伤 三娘 这堆土是怎么来的 这堆土是怎么来的 你觉得这铃声很好听吗 原来你不是聋哑的 快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一个坟墓 坟墓 你那藏的什么人 是我最爱的人 他是怎么死的 你为什么不问我 是谁把他杀死的 我怎么知道是谁把他杀死的 你知道 到底是谁 离开 也开 风险 你为什么把马凤雷给杀了 你太残忍了 你说什么 你别打我 不要 你觉得我想怎么样 杀死你 你们为什么要停下 是不是都不愿意杀死对方 你们中了马公群的一时二秒毒计 所有的人都是他杀害的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 我不用你吧 我不用你吧 喂 他想死在你的怀抱 过来啊 什么 大声点 一定要告诉他 喂 听听他对你有什么疑言好吗 听听能有什么损是吗 交给你了 我已经查出武林第一家的庄主丁白云是另一个幕后的首脑人 什么 是你姑姑 你们继续吧 好 谢谢你告诉了我 仇人的消息 你根本就没有仇人 你会相信 你这是娘捡回来的一个孤儿 相信 你凭什么相信我 凭感觉 感觉 当我一抱着你 就想起孝镇的第一个晚上 我要你永远忘记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 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可惜你不是我第一个男人 你能不能 在亲我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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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牛 真是有缘无分 傅宏许 你真是太可爱了 什么意思 原来你的内心并不太冷 傅宏许 武林第一家庄主让我带口训给你 什么口训 他要还给你一个公道 什么地方 万马堂 好 奇怪 就是嘛 姑姑从来没有踏出过山庄一步 怎么会去万马堂呢 其实我根本不会变血 傅宏许 原来这段血海深仇 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恭喜你拖出苦海了 太多人了 你拖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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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的鬼 不想死的快逃 谁想逃跑 都得死 刀气 滚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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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快 你太残忍了 不错 他是谁 万马堂堂主 马空群 云在天 你替我杀了大仇人 我该怎么感谢你 就用你的狗命 杀 别开 别开 你不想杀人 那就乖乖的去死吧 别开 别开 这个世界本是弱入枪食的 一个人内心太善了就变成了懦弥 我佛虽然慈悲 也要降魔伏妖 不要逼我再扎人 你为什么要逼我 轮到你了 我来啦 我来啦 出师不利 我看你这个万马堂主是做不成了 放肆 马凤铃是不是你杀的 他早就该死了 这也算是飞飙 我不要 原来轿子里没有人 快 幸亏你的功力有限 要不然我的小弟弟就没有了 其勇此理 这一手 你贱气不可以乱发 啃上身体了 知道不知道 快送我出去 我要把你扔吃 你好好地在里面反省 小独猩 小狗猩 快 你究竟是谁 我是你爹最喜欢的人 对不起 你的胸部怎么会烂成这样 很难看是吧 你别说过 他最喜欢我的胸脯 所以我把他们全割掉 你爹说过 他最爱的不是我 而是他的家人 所以我把他们全杀了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为什么 我不甘心被他抛弃 我更不忍心看到他不断的抛弃其他的女人 我要制止他 所以我就割下了他英俊的头颅 而且磨成灰 伴着酒 全喝进肚子里 我让他永远不能超身 你竟毁了白天宇全家 为什么还不放过我 我只不过是他的私生子而已 我恨他 他毁了我的一生 我要回到他的一切 算了吧 你杀不了我的 那你就杀了我吧 我杀了你们全家 为什么你不杀我 为什么 为什么不杀我 除了仇恨以外 还有很多可爱的事物的 你为什么整天想的才杀呢 我只爱白天宇一个人 天宇 你不是白天宇 白天宇在哪 天宇 你别离开我 你还来干什么 要死人都死光了 快回去陪你娘吧 天宇 原来你在这 我不是白天宇 你不要再骗我 你不要再离开我 我真的不是白天宇 天宇 你别再离开我 天宇 我爱你 我费能 看你